好 不过对于很多民众来讲还是第一次听到 原来这个饭店的地毯是用钉子在固定 难怪踩到的时候会受伤 但是其他的饭店也如此吗 今天我们的记者做了这个全面的追踪报道 有很多老字号的星级饭店说 他们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地毯是采用全面粘着的方式 这样比较安全 而采用钩钉的不算多 其实呢那个钩钉它是所有工程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饭店地毯钩钉 弄上住宿客人的饭店 一再强调这是正常工程 让人忍不住好奇 其他饭店的地毯固定情形 难道也是这样吗 我们饭店的房间地毯都是粘着 粘在地板上的 而客房部的主管更强调 在交房时会将地板全部吸过 连床底也不放过 就是怕有异物残留发生意外 从浴室走出来 通常会直接双脚踩在地毯上 而高级饭面的地毯 反若藏有钩钉确实很危险 五星级饭面更表示 一般房心都是使用粘着方式固定地毯 不会使用钩钉 除非是木质地板上要另外放地毯 才会用钩钉 通常的话 如果在木头地板上面要放那个地毯的话 我们会加一块防滑垫 这样子比较安全 而记者实际走访其他饭店 发现大部分饭面的房间 都使用一体成型的地毯 直接粘在地上 不会使用钩钉 比较看看 一样是上万元的高级房心 使用钩钉确实比较不安全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钩钉 确实做好安检 才能保障顾客安全 中日新闻邱伟雄蓝亚平台北采访报道